我們看題目 有30筆數據 然後呢 它叫SI 所以是個二位數據 那 I等於1到30 它這樣子是30筆的意思 那雙數平均數μx 所以x平均是7 μy y平均是4 那sy相關就是0.6 那 y對x的回歸直線通過20 那我問這些問題 那我們來看題目 第一個 A選下問回歸直線的斜率 好 做這題之前 我先把圖給大家標一下 好 題目給我們兩個點 它說雷 平均是7跟4 所以我們把這個7跟4 標出來 好 把7跟4標出來 它又一個是20 20 然後它說雷 這個回歸直線通過20 這是20 那請注意一下 另外一件要記的件事 任何 一筆 就是 一堆的數據裡面 一組數據裡面 一定 所有的產生畫出來的回歸線 一定會通過 兩個平均 有沒有 μs μy 這個平均值 這條線一定會通過這個點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把它想成說 我們已經知道了 這個回歸線通過這兩點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兩點 連出的線 標出來 我們可以把這條線標出來 然後來代表這個回歸線的樣子 OK 那可能數據有很多比 那這很多比到底怎麼樣 不知道 但是這些數據 理論上照理來說 應該都在這條什麼 應該靠這條線 再往上成長 然後我們的中心點是74 中心點是70 平均 好 那根據這樣的條件 我們來看題目 A選項 回歸直線的斜率 斜率我們可以判斷 斜率的話 定義是什麼 水平 差距 ΔS 分之ΔY 垂直高度 的差距 所以 S的差距的話 應該是7-4 oh sorry 7-2 S-S 7-2 然後還有4-0 所以我們把它算出來 5分之4才對 有沒有 5分之4 所以它第一個答案 A選項要說 它是0.8 5分之4 0.6 那我算出來 應該是0.8還對 所以A選項不能選 A畫掉 那我們看 B選項 SY和正相關 S跟Y是不是正相關 看圖下 是不是往上成長 因為你看那個 有沒有 直線方式的樣子 回歸線的樣子 這是成長 所以B是對的 所以B要選 所以B正相關要選 往上 那我們看C選項 S標準差 大於Y的標準差 這題就要玩一點技巧了 好 我們回歸直線公式 基本上是長這樣子 Y減掉 Y的平均 然後還有呢 乘上一個斜率 然後S減掉到μS S平均 然後呢 我們這個m的斜率 是有什麼 相關係數乘上 X的標準差 分之Y的標準差 找出來的 這個式子要背熟 OK 那這題我們要利用 這個來解題目 在這邊的話呢 錄一下 其實這個直線方式 回歸線的樣子 它類似點斜式 這個m表示斜率 只是它的斜率 必須由這個式子來算 然後這個 μX μY 所代表是平均 μX跟μY 是代表平均 OK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要知道 一件很重要的 我們回歸直線一定會過什麼 過 兩個 兩個喔 平均的這個點 這種感覺好像在數據什麼 中心的位置一樣 OK 好 那 這是我們要知道的 好那這題啊 我們就要利用題目前面 A算出來的東西來找 我們A算出來的斜率是5分之4 所以其實這個斜率是5分之4 這個我們現在把這40抄下來喔 這個斜率啊 應該寫在這邊啦 不是抄下來 這邊的話斜率應該是5分之4 我們m5分之4代入 然後相關係數 題目跟我們講的是0.6 所以其實啊 我們的標準差X跟標準差Y 算是不知道 但我們可以找出個關係式了 好 由這邊推過來到這邊以後 我們往下 把它算出來 所以0.6是5分之3嘛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整理一下 這個是5分之3的意思 那兩邊5約掉 我們就可以寫出個新的式子 就是把這3呢 除過去變3分之4 然後ΔS分成ΔY 我們找出關係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喔 在這裡面的話咧 4比3是不等於ΔY比3ΔX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標準差裡面的話 Y應該會大於X Y應該大於X 那你看C選項 C他說是X標準差大於Y的標準差 所以這個選項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選項要刪掉 所以C是錯 因為有這樣可以知道 ΔY比ΔX是4比3 那我們就可以很快寫出來 應該是ΔY大於ΔX才對 Y的標準差大於X標準差 好 那我們C選項要刪掉 那我們看這四個 諸選項通過4跟10喔 好 諸選項我們來往下 通過4跟10 那其實這一題的話 因為我們其實已經把直線方式找出來 你知道嗎 我們已經有m嘛 也有μsμy了嘛 所以其實我們回歸線方式可以寫出來 應該是Y-4等於5分4的X-7有沒有 4跟7代表是平均 7是X平均 4是Y的平均 協定5分4 A選項要算出來 那現在問說咧 回歸線通過4 10 4-10啦 有沒有通過啊 其實代入就知道 所以我只要把 4 10 4-10代入 看有沒有成立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就帶進去啦 所以Y等於10代入變成了 10 減掉4 5分4倍的 那SA換成了4代入變成4減掉7 你看這4有沒有成立啦 所以左邊10減4是6吧 右邊4減掉7是-3 OK -3 所以的話 4減4-3是5分4-3-12 那這邊就有問題啦 6跟5分4-12不會相同嘛 這是錯的 這是不對 所以代表代入不成立 不成立 那不成立 那不成立是什麼呢 表示說咧 這個點4跟10 4減10啦 不在線上 所以這個 租選項通過是不對的 刪掉 所以我們的 這個選項要把它刪掉 一樣注刪掉 好 那我們看最後一個選項 1 通過7跟4 OK 通過7跟4這題 你不要做囉 為什麼 你看一下 7 不就是 μs嗎 就是x平均嘛 4不就是μy嗎 所以任何一條回歸線 一定一定 是百分之百 一定通過什麼 通過我們的平均值啊 所以這邊是 剛好是μs 什麼 μy啊 好 所以這題啊 想都不用選 也不用代入 這個是一定對的 所以這題可以選 我們有兩個選項可以選 好 我們選B跟E 結束 B跟E